张雪峰自己发微博说他可能要被人搞 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他指出来传媒大学没前途 有人反驳他这个看法他可能指这件事 我突然有种感觉我离被人搞不远了 整个跑个30分钟以内的520吧 在中国被人搞来搞去不很正常吗 你可能被人搞哪有不被人搞的人 这里的人都是搞来搞去的 评论 张老师你点了你老人家点了人家传媒学院意味着什么 所有已故的传媒大先都将与你为敌 赶紧再点几名再点名几家传媒大学大加赛呀 让他们内部掐起来你方可自保 张老师你不要搞新闻啊 你知道的在在中国搞新闻下场都很很惨的 就是这样可能现在大学招学生也比较比较难招了 他威望比较高 我看到他的帖子下面都是吹 北京协和医院顶尖的医学院校的调扰板 被低估了好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你看他这样一吹 你写个学校 我都给他跪下 北京科技大学超强实力的顶尖211 武汉工程大学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学校 这样左忽悠 像右忽悠 也都是被忽悠 比较小心 现在来解释